其實綜合回來林過雲的鄰居所說 和他家人當年在法庭所作的公辭 我們可以理解到林過雲的性格相當孤僻 從來都沒有朋友來找過他 就算和家人都很少聊天 他曾經說自己在雨夜殺手 在下雨的時候才可以和神溝通 覺得特別有力量 而殺死的歡祥女子只不過是替天行道 所以在四個受害人之中 有三個是在娛樂場所工作 而在四次的行空之中 有三次也是在雨夜進行的 這些是他自己所說的 總而言之這四位受害人的死 是相當冤枉和殘落的 陳鳳嵐 二十二歲 職業 夜總會領班 死亡時間是1982年2月3日凌晨 陳鳳嵐在尖沙咀 金巴利道一間夜總會的領班 和丈夫、翁姑和兩個子女 在佐敦道保寧街居住 陳鳳嵐自幼家貧 陳鳳嵐自幼家貧 十四歲就沒有讀書出來做事 後來在酒吧做巴女 十四歲離開家 和人同居 之後一直在娛樂場所工作 在1982年2月3日凌晨 她在尖沙咀某間酒店的咖啡屋外面 上了一部的士之後 就下落不明 直至2月11日 有人在沙田城門河發現碎屍 後來經證實是陳鳳嵐的遺骸 陳文傑三十一歲 職業 康樂中心收銀員 死亡時間 1982年5月29日清晨六時 陳文傑在尤沙地一間康樂中心做收銀員 和她丈夫和兩個年幼兒的兒子 住在紅磡湖江街龍逃角 陳文傑由於幫補家計 才在康樂中心做收銀員 而根據她的同事所說 她為人撲鬍、沉靜 在1982年5月29日清晨六時 有人見到她在佐敦道乘搭了的士之後 一去無蹤 其後警方在林國雲的貴州街家裡 找到一批相扁 而陳文傑就被認出是想中一個死者 楊秀雲 29歲 職業 夜總會女士營 死亡時間是1982年6月17日凌晨4時 楊秀雲 在尖沙咀一間夜總會做女士營 和丈夫、兩個妹妹和一兒一女 住在大角咀大同新村 在1982年6月17日凌晨4時 在警鐘下班之後 獨自搭的士回家 此後一直失蹤 直至警方在林國雲貴州街家裡 搜出一批相片之後 就確定 梁秀雲是其中一個受害人 梁秀雲17歲 八二年應屆畢業生 死亡時間1982年7月2日 在當日 梁秀雲在尖沙咀參加完學的謝思營之後 就獨自搭的士回家 但是自此之後就失去蹤影 直到警方搜查林國雲貴州街預所的時候 發現梁秀雲的身份證 和手袋皮鞋 才揭發到她已經遇害 林國雲在庭上作供的時候 他承認梁秀雲為人良善 和他談了很多人生、宗教的問題 還勸他放過他 而在這四位受害人當中 林國雲只是承認對梁秀雲有點內疚 林國雲在行空時 所做的種種異於常人的變態行為 例如把屍體解剖 把器官製成標本 甚至把自己的步行拍下 反映到他的心理精神狀態相當複雜 所以當時有很多心理分析專家 分析過林國雲的精神狀態 因為如果他精神不健全 在行空的時候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這樣就不算是謀殺, 只可以算是誤殺 如果他的精神是健全 在行空的時候 也沒有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這樣才算是謀殺 在當日控辯雙方的心理分析專家 對林國雲的精神是否健全 這個問題, 爭辯也很激烈 既然犯人的心理分析 對整件案件的影響這麼大 所以我們很應該了解一下 一個心理分析家 是如何診斷一個人的精神狀態 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請教這方面的專家 陳醫生, 請問一個精神科的醫生 是用甚麼步驟來診斷一個人的精神狀態 如果病者是有家人的話 我們就喜歡問家人 一個詳細的病者的病歷 和他以前的性格 然後我們會通過一個很詳盡的精神科的接見 會再問病者他自己本身的病歷 然後在這個接見裡頭 我們很小心的看一下,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